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来做非常好吃的蔬菜馅饼 首先准备大约300克面粉 加入2克盐 增加筋性 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180毫升清水 用筷子一直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加入一勺食用油 下手揉成一个偏软一些的面团 然后在面板上搓成长条 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再把小剂子用手搓成像这样的长条 把它们放在大碗里 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也能使面团的延展性更好 盖上盖子,饧面一个小时 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馅料 首先把一根西葫芦擦成细丝 装入大碗中备用 胡萝卜也同样擦丝 放入大碗中 加入两勺盐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腌15分钟 腌好后我们用手攥出里面多余的水分 再把它们切碎 不用切得太碎 切好后装入大碗中 再加入少许葱花 把炒好的三颗鸡蛋碎也加进来 再加入一把虾皮 提鲜还能补盖 然后加入半勺盐 半勺五香粉 半勺胡椒粉 一勺蚝油 最后再加入少许鸡汁 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馅料就做好了 面板上刷一层油 把饧好的小剂子用手按扁 然后擀成像这种比较薄的面皮就可以了 然后在面皮的中间放上调好的馅料 把两边的面皮对折起来 然后从一头卷起 把收口处压在下面 用手按成这样的小饼状就可以了 电饼充预热 刷一层油 油热后下入饼胚 盖上盖子 馅饼模式烙三分钟左右 一直烙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做出的馅饼皮非常的薄 外面有一点点焦香 里面的馅料十分的鲜嫩 非常的好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